首阶段的政改咨询搞一段落 深圳立法会副主席的全国人大常委何一成表示 初步来看社会已经对政改方向形成了较大的共识 他个人支持特首选委会由300人增加到400人 立法会只选和鉴选各增加两个议席 而新增的鉴选名额倾向给专业和社会服务界 我们有一路是增加仪席 和增加做直选和间选的仪席 这一方面都是有个进程 任何事都是一步一步去行 我自己的认知里面 我认为现在社会上共同都是对这一方面 作为一个比较大的共识 反对意见是存在的 但我们又要有一个主要的意见 何一成又指引港澳两地的基本法并不一样 澳门基本法如果不修改 澳门是没有普选的可能 修改基本法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不是说我们几个人想可以修改就修改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还有一个不是主导权不是澳门 暂时在这个框架下面 我想普选是不现实的 我可以坦率说是不现实的 香港的普选来说 它都是达到35个直选35个都是间选 那你要喊得全普选呢 对于外界批评建选和官委议员的代表性 何一成认为 议员在立法会中都是代表了不同阶层的社会利益 至于建选制度日后应该如何改革 他认为在完成正改五部曲之后 社会可以再做进一步探讨 澳雅卫视 彭海茨 腰华 澳门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